其实我们看见你们俩之后 都有点奇怪 就是这孩子吧 他身高是正常的 对 而你们俩貌似身高有些矮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是先天性关节炎 然后导致了 你是先天性关节炎所导致的 对 我妈也是个儿低 我遗传我妈 她呢 子民四个 姐姐也和我一样高 脑垂体不足 导致了矮小 就是你跟姐姐身高不正常 对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那也是 也是姐妹四个 我两个姐姐正常 我两个 我那个哥哥还比我矮 但非常庆幸的是 她张静宇 她的身高一直是正常的 对啊 我女儿是正常的 这是很幸运的 对对对 是的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经过 那个我嫂子介绍了一下 我嫂子呢 她是一个给她去厨房里面帮忙的 有一次我去打饭 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大娘 她说这小伙子不错 她结婚了没有 她说她也认识一个 跟你兄弟差不多高 但是比你兄弟矮一点点 一个女孩 不行的话 就她俩见见面看行不行 然后就给我哥说了一下 那个我哥就不同意嘛 为什么呢 因为我嫂子就是个子特别的高 是个正常人 她呢就想说 再找一个比你还矮的的话 两个人残疾人在一块 这个日子没法过 所以不同意 我嫂子还是偷偷地啊 带着我去找我老婆 然后呢第一面印象呢 就是个子太低 你爸扯仔狗啊 我不高也比你高点是吧 就是第一面就是个子低 他家庭情况 他也跟我说 我也把我家庭情况 都说了一下 因为我家庭情况 特别的不好 我爸是个忙人 我妈也是这么高 我哥也是这么高 我说你如果说 想跟我接住的话 咱俩就这样先聊着 就这样我们俩就先认识 这第一次你是对他是有意的 我是有意思的 你呢 你对他是有意的吗 我也有好感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 特别的实在也靠谱 那你们俩很顺利地 走到一起了吗 没有 他哥哥反对 他姐姐反对 你怎么这么亲属呢 我姐姐觉得就是 我老公啊 那时候就是擦皮鞋的 也挣不了多少钱 在我老公家都是遗传 所以我姐就说 家庭情况不好 怕我跟着他吃苦 所以就反对啊 我们俩不是他把他姐姐带上来 也就是看我 然后呢就是出去吃饭 吃饭的就是先逛街 然后去吃饭 吃饭呢就是 他姐说 你咱们出来吃饭 逛街 你咱们去吃一次饭呗 然后呢我说可以 当时我身上就带十几块钱 是吧 一个我是擦皮鞋的 一天也就挣十几块钱 赚不了多少钱 赚不了钱 把我拽着 把我老婆就拽着 拽到边边 我说我不带钱 等一下我到哥 我哥那里拿点钱 咱们再吃饭 没想到就他 他那个姐姐停戒了 就直接把他拉着 就往回走 往外扯 往外扯啊 我姐姐就气的是吧 一个大男人出来谈恋爱 我说不得一毛钱 还谈什么恋爱呀 就把我一队 对 他们俩就走嘛 然后我就在后面 我气得我 我就买了三四瓶啤酒 然后呢就跟起来有广场 我就在广场里面 就待了一晚上 待了一晚上 我就跟他放信息 我说算了吧 因为我 我确实喜欢我老婆 然后我说 哎呀你 我希望你能找个好的 就我这个擦皮鞋 肯定咬活不了你 所以我也想叫你幸福 我说你那个啥 你放弃了 我为什么放弃了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大男人是吧 你觉得自己侧窝呢 对对 你这么饭都请不起 你这个就感觉到 我就配不上我老婆 那你放弃了 他坚持吗 我就是想说 咱们现在不好 现在不好 只要咱们在一块儿 好好的拼搏 只要有滥性 鼓励的有用吗 有用啊 当天那天晚上就是 我老公喝醉了啊 所以第二天 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 第二天到了 我们有一个袖州朋友 约我吃饭 我就过去和我老公商量 走得好老远就看见他 看见我老公就在坐在那里 擦皮鞋就 低着头 低头上去的 我就过去 我就往椅子上一坐 我就搅一手 我说来 给我擦鞋 把他给高兴得得不了 嗯